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我是黄敬哲 相信大家对我有一定的熟悉度 未来在5月4号开始 也就是今天开始 最新的五四运动了 在本台财富指挥官将在下午 最红最火的时段2点半 再次强势推出强势复出 所以今天一开始先跟所有朋友说 今天在公司的邀请之下 那么我决定在这个行情里面 跟各位再次来强势复出 原因应该是很简单 甚至如果你是追踪我的LINE 跟追踪我的网络的朋友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今年你不能没有生计 因为今年你绝对不能没有恒大热印这些防疫概念股 甚至今天1762的中化生再次跳空掌停板 在您所看到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在网络上在电视上不断的跟各位提到说 今年的生计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趋极必凶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也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情 在股票市场 特别是丹内老师已经20多年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轻松一点点 不用担任这么强力这么张力大的一个时段 但是呢在现在我相信各位应该非常的清楚吧 从去年的一万两千年开始 从武汉肺炎的时候只有黄敬哲跟你说 请你注意这次武汉肺炎来了 请你注意一定要想办法戴上口罩 我想这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让大家认同的事情了 除了我以外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说 全市场都被这次的武汉肺炎 我不能说打挂了或是打垮了 我只问各位一件事 你受伤惨不惨重呢 你受伤难不难过 而且你现在有没有信心能够恢复呢 连巴菲特啊 几乎都是认灾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我很清楚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也很清楚 今年不管在投雇业界 不管是各大分析业者 不管是电视机前面的你 都受了非常重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知道说原来生技股这么重要啊 因为你们不知道说原来国际大趋势里面 包含生技股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必须要这么说 我怀着一个可以这么说 跟大家见面来帮助大家 甚至有一点感恩的心情再次付出哦 我希望各位今天听完我的话之后呢 你能够有所改变 我希望各位今天听完我的财富指令之后呢 你真的能够重新来做一个生技跟科技的专家 而且今天呢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开幕重要的一个帮助大家的方式 你跟我破断选股 我教你当送密码 等一下我慢慢的说 你慢慢的想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今天财富指挥官 在我们的健康指挥官 两点钟播完之后 立刻跟各位报告 我相信呢 这是最能够帮助大家的方式的 台湾今天其实本土还是没有任何案例的 所以台湾其实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 从来没有一个病毒 从北半球传到南半球 从俄罗斯又传到巴西去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今天还没上来以前 我真的是祈祷 希望说能够让我慢一点 慢一点带所有的朋友很多股票 注意哦 今天上台第一天 我认为真的趋势 那个是在推动的那个赚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只能说这里你所看到的讯号 叫做百分百之道 会员朋友百分一百之道 我们不能讲绩效哦 所以这是百分之一百之道的哦 注意哦 这是百分之一百之道 康纳向掌停哦 热印在我们网路上 直接跟你说连关厕所的时候 都跟你讲还是继续 而且呢 比较近期的 包含各位看到没有 高端疫苗 今天我们直接跟你讲 会员是百分百之道 我们讲百分百之道总可以吧 各位看到没有三次掌停吧 今天再次公掌停 中化生 我觉得今天大家说 老师不是跌了两百多点吗 两百九十五点 两百七十几点吗 中化生开盘跳空再次掌停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瑞德西韦的事情了 就算各位昨天才开始进入的时候 今天有六点三元的价差 现买现之道 我们只能讲现买现之道 厉害的工掌 掌停板 而且我们是当冲跟波段合一的 今天当冲我可以先跟各位说 当冲的方法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难 至少你要懂的一个叫做第一种 叫做比较法则 以后我会教大家 你看一下1732的毛宝 这是我以前跟各位提示过的股票 它现在三十二块八了 其实它EPS是多少 0.76 1731的美乌华呢 0.59 美乌华是0.76 1732是0.59 对不对 毛宝在这里你慢慢看 1731的美乌华是多少 0.76 那美乌华不应该跟毛宝比一下价吗 这样是4.7% 你用100万的融资 你今天有4.7万 现看到现 马上就是热腾腾的财富掌停板 你现看到马上就是热腾腾的财富掌停板 我可以提示一下 这当然是跟瑞德西韦也是相关性质 跟这种所谓的药品也是相关性质的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今年来说的话 今年我第一句要跟各位见面讲的话 叫做今年的生计很精彩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您到静泽家族来 生计跟科技并重 我知道你很爱台积电 台积电是台湾No.1 是世界第一名 那台湾现在还有什么是第一名的 防疫也是第一名啊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既然两个都是第一名 两个就要并重哦 你不要爱男生不爱女生啊 这算是半开玩笑 阿公安婆不要只不爱女生啊 女生防疫股现在也是第一名啊 所以台湾的防疫已经是全世界 现在最为成长性质的产业 最为具有财富掌停板潜力的产业啊 那谁能够帮助你这些啊 我认为台湾的所有的分析师 对生计真的研究的不多 真的很少 我必须要讲这几乎只有我一个 那么我之前我跟各位讲说 疗效例如像止痛药减缓症状 这种通过的机会大概是七成 那个打下去有那个癌症病能不死 那个只有三成到两成会过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打一个比方跟各位说一件事啊 假如说肚子痛 我现在发明一个减少肚子痛的药物的话 你要过关七成比较容易吧 你要发明一个胃癌的药物能够不死 那个只剩下三成的机会 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疗效来说的话原则上比较容易过关 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 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最红的叫中化生啊 其实恒大康纳乡热英那些 我以前都讲过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利空不跌 WHO不是说中化生什么瑞德西伟失败吗 我说不对哦 你怎么去讲瑞德西伟的死亡率多少 而不是讲瑞德西伟的疗效多少呢 果然没有错 你看美国立刻打脸 这是4月29号 美国立刻打脸 我的康复速度 康复速度不是 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好好准备会好了 本来是15天会康复变成10天 本来住院15天变成住院10天 有1%31%的加快速度 所以这叫做什么 这叫疗效 我会好的更快 而不是会好跟不会好 懂不懂我的意思 这叫疗效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的老师知道吗 你知道吗 市场上除了真正的生技第一手 生技跟科技的专家黄静泽 有人这样告诉你吗 这是4月29号 注意 我说会员百分百知道 我们不能讲跟你讲 恭贺掌临板 我们会员百分百知道 今天这个瑞德西伟 真的是一档接一档的攻上去 有还是没有 各位你应该也是非常清楚 然后我跟各位讲说 之前你看到没有 诺亚方舟形成三角形之后 你还可以再次上车 各位看到没有 各位看到没有 隔天跳空涨停 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再次攻上涨停板 45.6元到58.9元 应该是三到四支的涨停板 高端疫苗 请问各位 没有疫苗将来我们怎么过日子 我问你 没有疫苗将来 这个新冠肺炎就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怎么活下去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的 你各位看到没有 等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等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高端疫苗公司 然后现在我们卫福部已经给他 特殊的一个申请专案 等等这个情况 等你看到这个利多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涨停板等你了 你说老师 对啊 我一直跟你强调一句话 疫情就是行情 你说老师 今天涨停板 涨停板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你一定要到对的家族来 有对的观念 有对的财富指令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过年前全台湾只有一个人 而且是在节目上公开说 我说请你注意一下下好吗 这是1月16号股市现场 非凡最大的节目 1月17号 1月30号过完年 亲爱的投资朋友 抠讯到好运到 亲爱的投资朋友 恒大准备报股过年 市价进场多单 报股过年 看清楚这句话 一路上往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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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了 已经到4月2号股市现场了 我说恒大你天天戴口罩 当然他年增率还好 3月4月营收一定会好 热印也是一样 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讲热印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恒大是我带给我的家族成员 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观众朋友 我的网友 今年以来最大最大的礼物 上百元 各位看到没有 量缩再进来 量缩再进来 唯一不方便就是他常常会限制交易 没关系 跳到第二台飞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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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继续努力 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这叫做生活玄谷美学 1月16号刚才你在荧幕上亲眼看到 你去哪里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告诉我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起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这次的病毒要怎么去抗疫 你除了看两点的指挥官 你就只能看两点半的指挥官了 两点的指挥官不会跟你谈股票 两点半的指挥官黄静子 会跟你谈股票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一件事 你觉得这次大跌 从一万两千点大跌下来 大大跌到八千五百二十三点 没有人赚钱吗 没有人赚钱吗 没有家族能够抵抗吗 你不能够把电子股卖掉之后换恒大吗 当时有多少人看不起恒大 看不起口罩 现在你随身都要携带 所以股票市长 你要站在所有人的前面 我只这么跟各位说一件事 我第一波 特别是一万点跌下来的这一波 带所有家族成员 注意你看龙之鱼少了这么多 不但避开了电子股 而且完全的避凶趋击 赚到这种恒大这种股票 这次你还是要想办法跟上我 因为大盘今天跌三百点 又危险了对不对 所以今天开幕 我希望所有朋友 你一定要找到生计跟科技的专家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今天还加当充课程 跟各位来做分享 这叫开幕送给大家的礼物 所以我希望我的尽心 我的负责 还有我的对生计跟科技的远见 大家能够分享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来 温馨五月晴 光辉的五月 运达投顾庆祝母亲节专案开跑 168温馨专案 168温馨专案 一年只有一次把握难得机会 请您速下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一家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充正宗 时间密码 当充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三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圣啊 千万五趟落跑啊 违规捐缘缆解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据解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接证署关金银 财富指挥官跟上财富涨停板 那么今天我们还一个主题叫做 今年的生计很精彩 而且你一定要有生计 一定要有生计跟科技 真正懂得专家 我相信我的表现 应该是全市场都在看 我的生计跟科技方面的股票 那么我今天还是很简单 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那么请大家留意 你一定会问我说 老师那恒大热印 到底会涨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叫长龙航 我问你飞机飞上去了没有 没有吧 我问你你敢不敢坐飞机 还不太敢吧 那我问你假如你被迫要坐飞机的时候 第一个是不是一定要想办法戴口罩 而且一戴呢就是要戴N95的口罩 甚至你看那个机长穿着防护衣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空姐都穿着防护衣 戴着护目镜全部都包起来 出门之前一定要先量体温 飞机还不能飞的时候 或者我们直接这么告诉你 飞机第一次飞上去的时候 全部人都要戴口罩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各位 飞机还没飞之前 可能恒大热印要继续飞啊 所以今年生技找完了没有 当然还没有了 对不对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从防疫股到现在为止 已经转进什么 这叫做医药类股 我今天先防疫 能够不要碰到它 能够快塞的我快塞掉 那么这些全部都防不了了 总会有一两个生病了 我要医它 那么我要医它靠什么 靠做瑞德西韦 对不对 靠瑞德西韦 对不对 相关的情况 对不对 谁能够最早告诉你 甚至跟瑞德西韦 非常相近的药物 对不对 跟瑞德西韦非常相近的药物 今天新来的立刻涨停满 甚至将来就要看疫苗 能不能上来了 对不对 甚至将来就要看疫苗 有没有先上来 这个六五四七 对不对 然后呢 各位看到没有 洗手乳 这是今天当冲的 所以我们当然有一部分会跟各位提到当冲 但是先跟各位讲到这件事情 趋势对了 长线保护短线 波段也能赚 当冲也能赚 好不好 那我这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节目课遵法令 所以请各位就这样子去看好了 我们讲这些所谓当冲的 都只是举例 告诉你方法 那么这整个四月份以来 我们在节目上 跟各位所举的例子 从四月一号到四月三十号 你可以一天一天的对 YouTube都有影片可以跟各位报告 包含了今天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是五月一号 一百万 然后你每天只要拿到三%左右 而且注意哦 你自己看一下 你把它录下来 是不是三分之二四分之三 都是生计股 是不是三分之二四分之三 都是生计股 注意啊 从过年到现在为止 几乎大家都在咔嚓咔嚓都在断头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你不去看 你不去看生计股 当然都等着断头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从第一个开始 跟各位提到说恒大开始 我们现在连单子都没去改 有没有发现呢 如果你各位要当冲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人教你很多课程 但是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绝对没有人跟你讲说 什么叫做时间重要 你看什么九点九点半八点八点半这样 为什么我在盘中的时候 大家几乎都要找我连线 我想这个答案 而且包含了 这里面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所以当冲我认为你也要会 我才能够带你 带你做任何动作 或者你也要会 你才能够自己能够好好把握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所谓当冲课程 在今天要开幕的时候要送给大家的 不过我认为啊 我已经送给大家非常多的礼物了 绝对比别人大 我稍微讲一下下好了 不太好意思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绩效 绩效不能讲绩效两个字 总是会员朋友的动作 他们都很开心的话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大部分的人没有赚钱 我们哀惊而勿喜 我说我从这里上来 我真的不骗你 我做电子股只做两支 因为我认为这叫国安基金护盘嘛 所以几乎可以这么讲一件事 就是这几支股票而已 那这个涨的幅度跟你那个什么标股的幅度 其实差不多 那个一上来你各位想想看啊 285块钱到400块钱啊 也是115元的价差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那这两天呢 我说过我们家族只有一档 那么今天出 我直接告诉你今天出好不好 就是不能说今天出 今天建议你可以调整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我还是告诉各位一件事 其实说生计跟科技并重 那么疫情跟行情是相对状的 疫情严重的情况 行情是比较萎缩的 现在外面生意都不好 电子股我老实跟你说一件事 那是早晚的问题啊 外面生意不好 你有钱去买手机吗 你有钱去买新的电脑吗 你有钱去买新的电视吗 但是你不能买耳温腔啊 因为小朋友要上学 你的时候你就要耳温腔 注意哦 看清楚 这是在电视荧光幕前面 你亲自看到的 看清楚 这是电视荧光幕前面 你亲自看到的 很多人来查证 百分之百让你看清楚 这人都坐在上面 电视荧光幕这是股市线 这是我们的节目 电视荧光幕上面 让你真的看到了 真的是给你推荐热应 真的给你推荐热应 而且一路上一路上往上走 我说它的EPS 我说它EPS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就来到1.34 三月份又来到1.34 四月份我可能知道了 我也不能跟你讲 总之比1.34这个数字 哇 只能这么形容了 我也没说大或小哦 各位想想看 热应这样一路上冲上去 一路上冲上去 一路上冲上去 限制交易还跟你讲继续 请你继续 请你继续 有的时候还跟你说 如果来不及的话 还可以跟优胜 你没发现吗 恒大跟不上跟卡拉香 热应跟不上跟优胜 我就这样一路 带各位这样子 不好意思讲说 过关斩将这样子过来了 我也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今天能够回到这个 两点半的舞台上面 还这么多朋友们鼓励我 推荐我说一定要再回来 我实在话讲 我自己个人也觉得 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当初1月15号的时候 当我发现这个武汉肺炎 是来自于真实的 当我发现说我们的疾管局 已经登飞机去检查旅行社的时候 你知道吗 当时跟我讲这个旅行社的 这位我的会员朋友 他当天就把旅行社关了 当天就把对中国大陆的旅行社关了 我们就做好了决定了 那个旅行社我投资了 我就直接告诉你好了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 这些这么重要的一些讯息 你有跟上来吗 你有跟上来吗 我说过行情里面 有国际上的转变 有政策上的转变 还有什么 注意哦 国际上的趋势 国际上的大厂 你有想到吗 这次竟然我帮你带的 这个生化科技股 尤其是我17年前 为了研究生技股里面 SARS的时候 我几乎把所有中医 我说实话西医我们未必能够全了解 我们只能了解病理学 也就是冠状病毒学相关的研究 但是中医的话你可以去看 真的就是在武汉 真的就是在湖南湖北 真的就是在广东广西 最容易发生瘟疫了 当时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只有黄静德跟你说 我今天站在一个 可以这么说 劝势 甚至说要帮助大家的一个立场 我说 我知道我讲恒大 那个时候你不会相信 但是听到的任何一个人 请你跟上恒大 听到的任何一个人 请你赶快去买口罩 当时政府还没有限制口罩 我也跟你讲过这个故事 我自己的口罩 是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买 赶快去日本旅游 也许现在讲起来是有点感慨 我真的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也就是我们公司 听到我这个心声的时候 希望说好吧那你出来 我希望各位注意一下下来 现在已经进入了妖屋治疗 你未来的整体对抗 这个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好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防护 你必须要戴口罩穿防护衣 第二个叫做快筛 有病了赶快把它隔离 这都是在第一阶段降低RO值 也就是感染值里面 所发生的现象 但是如果这么多事情 有病了都移开了 你也戴了口罩 还是得病 有没有可能有嘛 吃饭总要把口罩拿下来吧 这个时候第二阶段叫做药物治疗 那药物治疗呢 其实全世界像瑞德西韦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瑞德西韦现在是有效的方法的 1762的中化生 又帮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今天开幕的时候 赢了最大的面子 还六五四七的高端疫苗 对不对 疫苗今天也有好消息出现了 对不对 还包含今天我们跟各位提到的 这档股票 它也是属于瑞德西韦 相关的一个族群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来 而且今年的生计会非常的精彩 很多我们台湾的西药类股 我们台湾的所谓的这种新药类股呢 从以前可能没有赚很多钱 今年呢 第一个它拥有高成长 为什么美国人口是我们的24倍 美台共同防疫条约 像不像苹果用了我们的零组件 同样它将来也会高获利 而且快速涨停满 我想这档股票呢 你跟上财富指挥官的指令 立刻财富涨停满 而且今天呢 要附加当充密码的一个课程喔 先跟上这档股票 高成长高快高获利 快速涨停满的股票 那么也是今年生计跟科技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跟上 一个阶段跟着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 黄敬泽老师台湾指挥官 要给各位最新的 有关生计的股票 请你务必无论如何 抓住这一档快速涨停满 又涨停满的个股 请你务必如何赶快跟上来 今天开幕 那么真的是附加当充课程给大家 也欢迎各位 能够在我的课程当中 学到你真正一生当中 能够操盘的一个重要的伎俩 而且跟上我们生计加科技 最棒的标顾 咱们明天见 本营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笔财尽在运通 温馨五月晴 光辉的五月 运达投顾 庆祝母亲节专案开跑 168温馨专案 168温馨专案 一年只有一次 把握难得机会 请您速洽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 旺鼓欣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 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 黄老师 当冲正宗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 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剩限 酒价聚紧或聚策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0毫克